C18国道成都之拉萨段是中国最美的公路 是人生必须走一次的公路 也是旅行者心中的胜路 如果你还没走过的话 着马就先带你看看春葬线上七大震撼心灵的景色 一 新都桥 每年的秋是新都桥最漂亮的时候 想要感受纯净的雪山圣湖 绚烂的胡杨林 质朴的藏在明居 新都桥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神奇的光线 无影的草原 温温的小溪 金黄的薄阳 葬寨散落期间 牛羊安详的吃草的川西平原风光当中 这就是新都桥 令人神往的光与影的世界 摄影家的天堂 二 道成亚丁 道成他被誉为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 关于亚丁 有人说他是心中的净土 有人说他是灵魂的居所 神圣 神秘 带你走进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由于该区域独特的地理位置 环境基本未受人类活动的干扰和破坏 原始风貌保存比较完整 加之独特的自然景观 被誉为最后的香格里拉 也是体验高山峡谷自然风光的好去处 三 毛雅大草原 位于四川省甘子州礼塘县 县城以西 群山的环抱之中 如海的草原郁郁葱葱 置身其中 有一种说不尽的感慨 秋天 晴空高远 云朵洁白 草木金黄 季节的变化 赋予毛雅大草原 无边的审愿与风姿 四 燃乌湖 燃乌湖季节的不同 湖水呈现出碧蓝或青绿等数种颜色 河道中许多岩石和小岛 点缀期间 四季美景都会令人着迷 当然 燃乌湖也是川藏县中 一个不容错过的景点 五 米堆冰川 米堆冰川靠近川藏公路 规模大 进入方便 是藏东南海洋性的典型代表 以发育美丽的空湖构造 文明也是罕见的自然奇观 在这里冰川 湖泊 农田 村庄 森林等融汇在一起 是一处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典范 也是旅游的绝好去处 六 卢浪林海 卢浪林海 位于距林之八一镇 八十公里左右的川藏公路上 这里是一处云山雾海里的森林 有叫人不想家的美誉 这一地区 河流纵横 并且有着林木聪裕的原始森林 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以及各种野生动物 七 拉萨 在拉萨 你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和节奏 随意地跟着当地藏民 走在八阔街的赚金道上 取下一些美好的祝福和愿望 坐下来喝喝六角一杯的甜茶 在大昭寺门前晒晒太阳 聊几个会成为一辈子的 臭味香头的朋友 有人说川藏线是所有旅行者 最初及最终的梦想 而你准备好了吗 扎西德勒 我是卓马 我们是专业做香港 澳门及海外华侨人士 到西藏旅游道旅行社 如果你想去西藏旅游的话 欢迎连续卓马 卓马的微信号是 T-Bite2030